各位先生 我們請接著要進行的是 現在就看陳氏兄弟能不能把這個發球局搶救回來 哇 這前排影響到了 對 所以等於在這場比賽第一盤的賽事 陳氏兄弟玉勳跟博毅 自己的發球局一個都暫時無法守回來的情況之下 在第一盤的賽事 張宥松跟歐子虹是以4比1先收下了第一盤 我們稍後再來看第二盤的比賽 真的也是要有家長這樣支持 對啊 唉唷 剛剛那球其實切得不錯 給手勢喔 奧賽喔 哇 終於終於 在第六個賽末點上呢 張宥松跟歐子虹 真的非常不容易的一局喔 等於是從頭到尾連六破掉了陳氏兄弟的發球局 所以最後張宥松跟歐子虹在張媽媽 努力的應援之下 以4比1以及4比2 直落2的盤數來擊敗了陳氏兄弟玉勳跟博毅 也成為這一屆 就是年終總決賽南雙的冠軍 請上臺 請上臺 我們站在獎民堂賽非常榮耀喔 首先我們邀請中文民國燃壯局協會 朱理事長來頒發獎臺 第二名的陳柏毅選手 陳玉勳選手 第一名的獎金 我們要請王副校長 王副校長剛剛介紹了 他過去是我們國家 泰威斯菲國家代表的選手 現在轉身在高福球界 好來 頒發第一名的獎牌 歐子虹選手 張宥松選手 接著我們邀請王副校長頒發這個獎金 給兩位選手 再次恭喜歐子虹選手 張宥松選手 以及我們的陳玉勳陳柏毅選手 特別是他們的教練 他們的父母親 有的一半還沒有到 但是我知道 右雙的爸爸媽媽都在現場 還有我們的啟蒙教練 我們在亞運培訓隊的這些教練們 不管是新庚教練 上午教練 楊瑟帆教練 光源林教練 真的是予有榮焰 我們將這個時間 暫時交給我們 博士網球台 我們的 简正方主播 來 防護我們這四位選手 等一下請留步 等一下記得請留步 好 謝謝秘書長 我們也請四位選手 留步 嘿嘿我又要偷偷的跑進來了 好我相信 呃 宥松跟玉勳應該對我的訪問 已經滿熟悉了 因為接連幾年都有訪問到 玉勳今年話要多一點喔 齁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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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回事 怎麼可以讓你這麼輕鬆容易的過關 好不容易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來聊一聊 分享 先讓冠軍休息一下好了 好吧 先讓亞軍來說說話好了 我先偷偷的跳過來這邊好了 因為今天只有一支麥克風 好我們先來訪問陳氏兄弟喔 為什麼玉勳今天要綁衝天炮 比較帥嗎 頭髮太長了 頭髮太長了 你對哥哥的造型 是不是因為他今天綁這樣 對你有什麼影響 沒有 這場 好啦 這是開玩笑的一題喔 很想要請問你們 因為我們剛剛在轉播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窮女朋友也透過轉播看到你們 總是都笑微微笑得很開心 不管是輸還是贏 甚至看到你們在落後的時候 彼此在口頭的時候還是笑嘻嘻的 這是家學淵源嗎 爸爸在你們小時候打球 就叫你們要保持這樣的心態嗎 還是為什麼會這樣笑嘻嘻的 落後也好像沒有緊張的感覺 為什麼 代表講一下好了 因為我覺得搭檔以前的氣氛很重要 所以我不想要給壓力給你們弟弟 這樣做 所以 就 開心一點打 把想要表現出來就表現出來就好了 那弟弟有接受到什麼樣的鼓勵嗎 因為今天再往前的部分 可能因為天氣冷也好 或者是今天的球感部分 或者是對於場地比較陌生一點點 像今天有一些高壓的扣殺 可能原本的執行上都比較輕鬆容易 今天可能失誤率比較高一些些 自己會不會很緊張 然後因為在哥哥的這種 笑微微的政策之下 也讓自己的心情能夠有所放鬆一些呢 那哥哥講的話 讓我 思考一下覺得還是 放鬆一下就好 就 不用太緊張 這個城市兄弟都很神話耶 我記得去年在訪問玉勳的時候 也都是神話一個 那 在你們兩兄弟溝通之間 誰會比較 佔主導呢 就是譬如說在場上溝通戰術 或者是可能去外地比賽的時候 晚上可能會關在房間秘密的會談 那誰會是在主導整個戰術部分的溝通呢 主要是我 然後 然後 比賽當中就是看誰的狀態比較好 然後 可以 可以看到對 對方的 就是 還需要再挑選 就可以把給自己意見這樣 好 很棒了 今天 大家給他拍手一下 今天真的講了很長耶 我覺得很有進步 太棒了 好 厲害 連滴滴都這麼講 但是滴滴博藝 我們也要從高中開始訓練他 讓他以後可以堪堪而談 好不好 滴滴也講一下 因為其實 爸爸也是國手 哥哥也是國手 所以也給了你非常大的影響 可能過往有一些選手在整個路上啊 整個運動之路上也許有過放棄的念頭或什麼 你有過嗎 感覺你好像不會有 會有嗎 沒有 沒有 打球就開心就好 不要想太多 好 所以開心打球就是 成家兄弟黨爸爸給你們的一個概念 對嗎 好 再次的恭喜你們 在今年也有很棒的表現 而且兩個人都入選了亞運的國手 對不對 好 談一下亞運好了 你們兩位對於亞運有什麼期待吧 趕快再跟你講一下 再讓他們休息一會兒 學長們一定很能講 我知道優松也蠻能講的 有沒有什麼樣的期待 因為你要第一次打亞運嘛 哥哥也有過經驗了 那就是金牌啊 哇 很有霸氣 金牌 好 這樣而已喔 金牌 金牌 那哥哥呢 也是金牌 也是金牌 優松等一下我可以讓你這樣回答 你就要這樣講喔 好 我們再次的恭喜成家兄弟 我們現在來簡單的訪問一下冠軍優松跟子虹 對不對 子虹今天表現我們球評老師說 100分 超棒的 那今天在整個策略上跟戰術上 對於成氏兄弟 因為畢竟都很熟悉了 那你跟玉勳又是都是北士達的學生 平常也都很熟了 所以有跟宥松制定什麼樣的策略來面對他們兩位嗎 因為我們兩個是今年才開始搭檔 對 所以我們針對每一組的那個陣型我們都會有所不一樣 就會一直溝通 因為還不像他們搭了這麼多年 可以可能有心靈相通的那個能力 所以我們就只能多溝通 把場上隨機應變 但是今天的應變真的 有覺得是從今年搭配以來最好的一次嗎 還是 感覺都搭配得很好 戰術啊 之類的 好 那在面對這場比賽之前 是昨天有針對這場比賽 特別有做什麼樣的 想要做什麼樣的戰術執行有沒有 要睡飽來 睡飽來 睡飽就是精神 百味也要喝起來是這樣嗎 不行 對 要睡飽 然後重點是 也有在賽前做一些溝通 最後可以成功的拿下冠軍嘛 那子宏來談一下 因為剛剛秘書長在整個頒獎典禮的過程當中 也特別提到了 因為你可能國際賽的參賽經驗是比較少的 那今天同場的其他三位都是 在今年有獲得亞運國手資格的球員 那你自己呢 是沒有獲得到 但是有在培訓嘛 這樣子對於你自己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激勵效果 是不是跟所有的朋友來分享一下 因為秘書長剛剛這樣講 講得好像 我是他們三個裡面最沒有那個頭銜的人 那我當然要在場上表現好一點 對呀 奮發突強 他們被他們比下去 比下去 他們都是亞運選手 只有我不是 所以你對於自己未來有什麼樣的目標跟期待嗎 因為這一次至少有先拿到歪歪杯的國手資格了 對不對 所以你明年的二月初可以去日本的北海道走一圈 你們兩位可以一起 因為剛剛也有提到 在這個南雙的冠軍可以去日本北海道比賽 那至少是一個國手的身份 能代表出去就非常的棒 那對於自己未來整個國手的身份啊 或者是對於什麼樣的賽事會特別有期待跟夢想嗎 當然就是更精進自己啊 可以去國際跟更強的選手對抗 那當然是更好的 我們也期待梓鴻繼續的努力加油 其實梓鴻蠻能講話的很棒啊 那換宥松了 好宥松來多聊一些 我們剛剛呢 也聽到了在轉播中 你都是很振奮的那一位 而且從以前不管是打單打的比賽也好 雙打的比賽也好 喊聲喊得很大聲 那是不是也要藉由這樣子來激勵自己 是從小到大都這樣嗎 就是對 氣氛啦 然後讓自己能夠投入比賽中 那這是你爸爸教你的嘛 他們的爸爸教他們要微笑開心打球 那你們家也是這樣化聲嗎 我爸好像也是這樣子 這樣子喊 然後喊一喊就燒聲了 所以你現在有沒有 有啊有啊 有一點 我昨天去買喉糖 因為我知道今天要講話 好很棒 知道自己今天要來受訪 那剛剛我們在轉播中也聽到 張媽媽 張媽媽在哪裡 張媽媽偷偷躲起來了 媽媽在那裡 好在場邊藍帽子揮手那一位 媽媽剛剛也一直非常非常的熱情耶 因為我們轉播中一直聽到 對 所以我們都想說這是不是基因 他每次叫我都會嚇一跳 嚇一跳嗎 你在場上也 場上也聽得到媽媽這麼嗨對不對 所以會特別想說為了爸爸媽媽更加的賣力嗎 因為他們從新竹上來 特別來看我比賽 那我就是要認真一點 那宥松的話 終於在今年亞運會獲得了亞運國手的身份 當然過往你也是曾經有過代表出國去比賽嘛 那亞運國手的身份對你而言有什麼樣的不同嗎 我覺得就只是一個過程而已啊 對 那選完了之後還是要以新的目標努力啊 就是一個過程而已 我不會特別去 還投入在選上國手的這個氛圍中 嗯 然後選完了之後還是要找新的目標去努力這樣 好 那現在選完了會不會對亞運會的獎牌也好 或者是項目也好有什麼樣的期待沒有 是不是也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目標的話一定是以金牌為主啊 對 好我們也期許我們這四位那麼優秀的好手 子虹也可以繼續的加油 以這樣的身份繼續的努力下去 非常恭喜四位在南雙帶來這麼精采的演出 再次的恭喜